来进来 今天带你们看看 UBC最新楼盘 Westwind Lalem Let's go 最近大家是不是看了很多楼盘 因为项目是遍地开花 到春天了 但是今天我带大家看的楼盘 是非常有特点的 而且我要教你们 看楼盘的三个重点 第一就是说 你要先了解大社区的规划 第二 我们再看一下开发商的资质 谁盖的非常重要 第三再去了解一下这个项目 是不是适合你的投资 因为Westwind这个项目 有80%多人 非常喜欢投资人 好 我们好好地介绍这个项目 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片 这么一大天 是多大呢 22亩的地 那这一片的土地呢 是原住民的土地 那等会儿我会跟大家好好地讲一下 为什么买这种99年的 租赁土地的房子 是非常非常合适 一会儿揭晓 OK 22亩地的话 我们现在走到了第二阶段 它总共有分为四期的开发 第一期开发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小白白的房子 已经马上可以盖好了 我们的Cedar Walk已经入住了 这个项目也是Polygon盖的 非常的棒棒的 然后这边呢 马上就建好超级市场 Urban Fair 超大的一个本地的高档超市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Urban Fair这个商圈的话 周边有很多的咖啡厅 有很多的餐厅 有很多你生活所需的 那这边将会有1200户 那Westbrook Railway大家都很清楚了 是吧 那边是2400户 这边是比他们小一半 但是这边离UBC的主校区非常近 走路大概就5到10分钟的时间 这个是相当相当大的一个优势 那再回来看到 我们的整个设计规划呢 也会有一个几万尺的community center 这边会有健身房 瑜伽室 就是孩子学习的地方玩耍的地方 而且我们现在所站的开发商手楼处 会在明年开始改造成一个托儿所 将会承纳80个小朋友 所以住在这边上小学院 是Normal Rose非常方便 上中学University Hill走路开车也很方便 那在这边连你小宝宝的幼儿园 也帮你选择好了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项目本身的位置 Westwind这个项目的话呢 它是一个整体的开发 它是我们这个项目本身的第二阶段 那它不仅仅呢 是有这栋高层 而且后续的话呢 会有连排别墅项目 所以这个大的社区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啊 它这楼不大 总共18层 以一房为主 大概80%以上都是一房 因为UBC这些年 大家都知道一房篮球 我说的一房篮球是 一房永远是买不到 也看不到的 也租不到 所以这边的话呢 政府跟开发商协商说要盖一房的户型 那我们的开发商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是Polygon Homes 他们是谁呢 是温哥华 BC省非常有名的一家超大开发商 那在UBC社区 我敢说他说老大 那绝对就是老大 因为这个社区 基本上新房都是他们家开发的 他们的出品是非常的出色 18层的小楼房 水泥钢筋结构 然后呢下面这些 就了不得了 如果这次投资完以后 你还觉得不错 咱下面还可以期待一下 它的连排别住项目 小三房1200多时 肯定是低于200万 入门级别小家庭 必备的小房 OK 非常棒 来我们看一下 大概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UBC的大学呢 是在这边 OK 本人也是UBC大学毕业的 所以对这边的非常熟悉 当时我上大学 是最后悔的一件事情 不是女朋友太少了 是我没有住在学校旁边 因为住在学校旁边 简直就是太方便了 那我们这个蓝蓝这个大的社区呢 22亩地走到UBC的社区 你看这边有游泳池 UBC的Bookstore 大家很熟悉了 那时间的话 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UBC Hospital过马路就是 你看这些蓝色的 全都是我们Polygon开发商建筑的房子 可以看到啊 虽然Westbrook Village 现在发展比较新一点 但是这个社区 其实是提前发展的 而且是离学校比较近的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又拿出来一块地 所以在做的时候 它绝对是一个经典之作 我们先看看刚才讲的第二项 要研究一下开发商到底是谁 那Polygon Homes的话 他们不仅在UBC是一个非常大的玩家 那在BC省 他们盖了多少套房子呢 32,000套房子 什么概念 如果每一栋楼300户的话 大家帮我算算这是多少栋楼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期Cedar Wall 已经盖好了 我有去过他们的顶层 那海角 那贼棒贼棒的 非常期待 来我们进来收楼处的样板间里面感受一下 Welcome to my home 如果我大学的时候住这种房子 我相信我的幸福感是非常强的 那么进来看就感受一下 这个售楼处是不是依然的很Polygon 因为你如果买过Polygon的房子 你就知道他们家的出品 那叫经典啊 也就是说十几年都不再变样子 我告诉你 但是这一期我们也是用了非常classic 也非常timeless的设计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的实用 小厨房 这一期都是500尺到600尺的一房为主 我刚刚有讲过 如果你需要两房的话 我们可以单独联系 你给你发一些户信过去 这个厨房也非常舒服 而且这一期的一房 你会发现这个是什么 窗户 你们中国人非常喜欢 如果你喜欢有窗的厨房的话 那这个社区你真的能选到一个 还有一个小阳台在外面 那我们现在处于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样板间 虽然不是一比一做的 但是呢 它能够给你一个生活的感觉 我带大家一会揭秘几个小事情 层高呢是八尺十 然后里面是有空调的 煤气热水 这些都是包在管理费里面的 管理费不贵 而且你只要是这边的买家 他会送你四个 No.3在庞宾的庞宾室 健身房 学习室 这些都可以随便用 我们先看一下卧室 看一下洗手间 然后再出来看一下我们的客厅 卧室呢 也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是我设计的话 告诉你 我可能设计的更加的 学生气一点 没必放一个书桌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走的一种比较 高档的酒店型的这种软装路线 当然了 我们在交房的时候 是给你的一些白墙 你可以有想象的空间 去按照你的方法去设计 那这边的洗手间呢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的 我们有一个淋浴 然后它用了瓷砖的包围 然后我真的超喜欢淋浴 我真的是不想一张 因为从来不泡澡 我觉得淋浴是用下非常方便的 然后洗手间的话呢 它也有这个这边的一个背板 旁边的背板 和很多的储藏空间 所以在使用起来的话 虽然是500多尺 但是它的空间使用还是非常棒的 那我们再看看它的客厅 来我带你看这几个小秘密 这一期的设计非常酷 来来来 这个小客厅多功能听 有没有 这客厅不仅可以当做一个看电视的地方 还可以 这个桌子 是可以升降的 那今天有花儿的街上 这是一个意大利做的桌子 听说也不贵8000加币而已 它可以升起来 当麻将桌 再拉出来 做一个餐桌 所以你来朋友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边聚会 这个什么猜猜 Made in Italy 从意大利进口的一个单人床 超级酷 如果你来朋友的话 直接就睡这 OK Why didn't you sleep at home Crush over Come on OK 不用的时候咱就收起来 还有一个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边是一个桌子 这是我们平时呢 不用的时候收起来 用的时候呢 放下来的一个写字桌子 这有没有很帅 我告诉你 价格不菲 你猜这多少钱 评论区跟我聊聊 这套意大利进口的桌子和小床 多少钱 来 我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经典的小厨房 OK 这个一房的厨房呢 都是这样 所有的户型 基本上比较类似 也非常简单 也是Polygon的Signature的厨房设计 但是下次呢 我会给这个开发商提个小一点 就是我们的导台 可以稍微的调整 这么一丢丢 如果这个导台是可以做升降的 而且可以两边做人的话 那我们这个功能就会更全一点 那现在的很多的区域呢 都会这种多功能去 就跟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客厅一样 那厨房这边呢 也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 现在人才一样 如果你只会一样东西 那你将会面临失业 你说对不对 摄像师 OK 看一下我们的厨房里面的电器用的 依旧是博士Bush的品牌 我们有四个投炉灶 煤气炉灶 然后还有这个烤箱 然后我们的冰箱也是 比较经典的 嵌入式冰箱 非常简单 那当然了洗一把机 我们也是在这边有的 OK 那这些都讲完了以后 我想跟大家好好地分析一下 为什么UBC99年产权是一个优势 这也是一个卖点 UBC99年社区的土地 为什么它非常的合适 那它有两个最大的优点 那第一个就是99年的Litho的土地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 所以开发商在拿地的时候 它成本价低 所以盖出来的房子 肯定价也低 卖给您的时候 价钱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合适一点的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西区是最贵 越靠西越靠北的温哥华的地点是最贵 但是呢 UBC为什么没有到那个价钱呢 是因为这边的土地价钱相比较便宜 那第二个优势就是UBC的Litho的土地 并不是City of Vancouver 所以温哥华市政府是不跟你收税 你的税是BC省省政府收的 也就是说你的避税会比温哥华其他的房子又便宜很多人 所以说这边投资的话呢 你的成本相对来的会少一些 但是租金回报又很好 所以呢99年的土地是非常优势的 再加上这边土地稀缺 学需要扩大 它的需求量大 所以价钱还会涨 租金也是非常非常稳定 OK 细节我们看完了 道理我们想明白了 我们现在出去感觉一下这个赛的食材料 现在我呼吸一下这个大自然的味道 春天的泥土味加上春天的叫什么来着 肥料味道 这种味道真的是好新鲜 好好营养 来我们现在到了项目本身的这个项目标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橙色和绿色的围起来这块地 是Westwind的整个的项目 除了刚刚我们看的18层的一房公寓高层以外 旁边全都是小三房木结构的连排别墅 这种房子是小家庭必备的 好吧 我们看一下左边非常有意思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 比较老款式的连排别墅 那大家对Arcadia Road这块肯定不陌生 因为UBC的是在90年代的时候先发展的这个社区 80年代90年代 因为这边是离校区最近的一个地点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安静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 Westwind 其实呢它是在那街里面 而不是在大街上哦 注意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边不接近University Boulevard 所以呢非常的安静 你可以听到 Nothing OK 所以在里面又是水晶结构 然后这个整个社区开发完以后呢 将会成为这个社区 非常棒的一个住宅小区 OK 那我等大家过来找我 来看看Westwind 拜拜 老大 那我现在去打高尔夫了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